国内连续253天没有本土个案的记录在今天被打破了 但是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尴尬 因为距离这个跨年活动剩下不到几天而已 大家很担心到底能不能够这个照常的来参加跨年活动 而稍早这个北市府也出来做出了回应 但你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目前当然是朝向一个举办的方向 我们原来的规范就是在有一例本土案例是全程戴口罩 然后禁止饮食摊位 那到15例才有停办的问题 就算有15例停办也不会停办 叫做没有观众改为线上转播 还是会表演只是不会有群众 不开放民众警察而已 所以原则上台北的跨年不会停办 这大概也是全球大概少数可以跨年的地方 好可以听到北市府说呢 这个跨年活动不会停办 而且101的烟火也会照常来释放 那包括其他的地区的这个地方政府呢 他们也会在今天傍晚的5点半 一起来跟中央做一个视讯的会议 包括当天的这个活动管制 还有如何这个做好这个防疫呢 这些细节都要再进一步的讨论 明天才会对外来做公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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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